近日,一名男子在進行武裝入室搶劫時遭到長灘警方搶劫身亡 警方在進行初步調查後確認該男子為17歲的青少年 事件發生於4月26日晚,地鏈位於Cerritos Avenue 6800號路段 警方接到報警,稱有人持槍進行入室搶劫 向一名青少年和兩名成年人索要財物 警方趕到現場後,與鹽二人對峙超過一小時 期間,警方向鹽二人開槍 儘管得到了治療,鹽二人仍因傷勢過重身亡 警方在現場查獲了一把防制槍 涉案的另一名18歲共犯遭到逮捕 而面臨搶劫罪的指控 目前,該案件還在調查中